当乐团大佬冒充选手参赛 导师看见真面目慌了 惊无一人敢做 不得不说雪之谦实在是太皮了 明明是音乐原计划的最大咖之一 但奈何一身的才华不允许摆烂 第二期他就悄悄隐藏成选手 带着自己的原创一边弹琴一边歉悄出场 原创一出可把台下的这些同行歌手吓一跳 看来这个不容易扎到 我手细微笑 回忆来袭只有我难道 我的世界已陷入你找 你手还不放掉 而当最低调的天王黎明 采拿烟囱蒙面歌王 开口就让台下的人怀疑是不是穿越了 尤其是说到他曾经获得的荣誉时 直接让皮尾惊讶的质疑是不是在撒谎 那唱歌的最高成就是什么 算是最受欢迎的男歌手 这是假的吧 演戏的最高成就是什么 我也得过音笛 音笛 这么强 已经是天王级的人物了 毕竟乐台有这种荣誉的 一个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 最后到了街面环节 他缓缓走到台中间 更是贡献了集体拜年师尖叫的名场面 他就是李宁 我往前飞 飞过一片时间 我们也曾在爱情里受伤害 我看着路 梦的入口有点窄 我遇见你是最美的依赖 不得不说 飞玉清的嗓音 真的是太具有辨识度了 当他伪装成苏人 去参加中国好声音时 一开口就暴露身份了 其他导师还在蒙蔽中 老大当周杰伦 一下就拍下了导师按钮 台湾的音乐江湖陈彼得 也是为高龄的大前辈了 飞玉清的一姐妹就是他的作曲 当这样一位大佬参加好声音时 竟然没有一个导师转身 但他唱完后 台上四位导师竟无一人敢坐下 全都站起来致敬大前辈 对不起 我要站起来致敬了 你们知道陈彼得 老师有做过很多作品 大家请坐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爱与愁 还有年少的执着 我们竟然深深相信 这是全部生命 于是用力燃烧感情 可是爱与愁 黄渤只能算是全能一人了 不仅是百亿影币 以前还当过七年的舞蹈老师 甚至还组过乐队 于是当黄渤冒充选手 才能合身音时 这首爱与愁一出口 立刻获得了两位导师的转身 咱说那应应该早就听出来 是黄渤了吧 那我先说一下我为什么转身 后边的后边的人逼着我转身 转过来之后 我觉得你唱的太好了 他们言态讲 一直没戳穿 就想看看他们 到底玩什么 那两个字没有战斗 我不会发现我难受 怎么说出口 也不试过很熟 这位同学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陈尔蒙 今年12岁 连都不要了 王嘉尔也曾冒充学员 惨加梦想的声音 这演唱一出直接落奔 一秒就被三个导师 集体识破 连林俊杰都忍不住大骂骗人 你也不会忘 我还忘不再属于这个地方 随其的天堂 最终的花蕾 叮咚吗 叮当吗 叮当吗 如果 如果 四位导师 我是新人叮当 不是 你不是 我是 你不是 我念一下图 那这是你的房间 好 可以 一会儿先一会儿 先酒吗 先酒吗 不是酒是吧 酒就算了吧 在综艺武哈里 作为飞行嘉宾的邓紫棋 就假扮服务员 聘过了全体成员 不过 这半枪上虽然瞒过了 但这首句号 真的是一张嘴 就直接破功 那是我们一会儿 那是我们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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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惜 刚才接待我们来着 一闹一碗 开不开心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小琼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眼正作为追星界的标杆 因为偶像是张国荣 他就唱偶像的歌 演跟偶像同类的角色 追星把自己也活活 继成了明星 16年还冒充素人 去参加了综艺 在节目里唱了风鸡徐吹 只为致敬哥哥 星海音乐学员毕业的他 成功自然没话说 更是连声音都模仿得唯妙微笑 由此刻间 眼正对张国荣的崇拜有多深了 刚刚有点太像哥哥的 尤其是前几句 嗯 就是因为张国荣是我的偶像 我一直就是想向他致敬一下 而要说开口就裸奔型的选手 肯定就是王祖兰了 虽然在综艺里也进行了一番自欺欺人的伪装 但这张脸再磅二十斤 也认得出来是他吧 也是为难各位嘉宾 还要信场表演技 自戳双目 假装认不出 但这一首邓紫棋的爱你 这独特的音色 一开口就直接露馅了好吧 被邓紫棋当场认出 分开以后 每个意义 格外的奇迹 滴答滴答 声大钟在 陪着我回忆 烟花里头 曾经是你 最温柔的声音 现在只有雨晴 冷漠的回忆 我给你我的心 我心里别遇气 一句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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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再也不想听 我给你我的心 为什么你还给了我哭泣 一句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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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你也不想听 不得不说 神秘大咖空间舞台这种事情 还是非常惊喜的 不仅增加了节目的可看性 也让观众们体验了一把开盲盒 开出隐藏款的快乐吧 估计周杰伦都没有想到 自己只是在国外街头闲逛 竟听到这么多老外唱自己的歌 最近周杰伦在巴黎河边拍摄时 竟听到国外的著唱歌手 唱自己的青花词 杰伦也亲切地跟小哥来了一场互动 果然原唱一开口就知有没有 天青色的影子和我在等你 月色被打扰起 离开的结局 路船式的青蛙子 此故此美丽 你眼带笑意 上一次在墨尔本街头 当外国小哥投入地唱告白气球 殊不知原唱已经站在了他的身后 听完了全程 而就在昨天周董遵守承诺 把这位外国小哥 邀请到了自己墨尔本的演唱会上 一起合唱了道相 如果来墨尔本开演唱会 你就上台来表演 上台一起唱 好 而林俊杰在台湾逛街时 突然听到有人在唱自己的江南 他迫不及待地冲上去跟男生合唱 不过也是表演一时爽 罚款跑断肠 因为想要在台湾的街头表演 必须吃执照啊 明晗大唱 明晗大唱 空到这里就是娘 念入活客的生命 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铺茫 还以为心情只是独牢的穿越 你从有多重 当铁飞铺茫在江南夜中 心碎了才懂 当铁飞铺后李嘉威走上街头 更是直接把普通的路边开成了演唱会 这个幻花童也太帅了 看来这姐真的是很享受舞台呀 明晗大唱 明晗大唱